台湾水果有名,我在台灣有時經常見到一些香港朋友最喜歡買的叫蓮霧 蓮霧,盆陶,有些人叫盆陶,如果是泰國,馬來西亞出的那些是青色的,台灣出的那些就好像紅酒,但台東有一種水果出,我們香港朋友比較少留意買到的 原來那種是甚麼呢?我們香港朋友叫做番鬼佬麗芝,英文叫Custard apple,番鬼佬麗芝,很大隻 讀過番書真的不一樣,不只台灣達人 但是台灣特別之處在哪裏呢?尤其是台東這裡,他們種番鬼佬麗芝因為氣候問題大隻 大隻之餘,大隻之餘,大隻之餘 阿Ben拿了拳頭來,成威我們拿拳頭來,我們三個拼了 三個拳頭都不一樣,這麼大隻 還有現在台灣的果農很厲害,台灣也有名的菠蘿,鳳梨 把菠蘿和番鬼麗芝混種,現在有一種叫鳳梨釋家 釋家?為什麼叫釋家呢?釋家不是釋家? 阿成威我想問一下,番鬼佬麗芝,國語怎麼說? 哇,番鬼佬麗芝 對不起,這是英文來的 在台灣,尾就是番鬼佬麗芝 因為台灣,他們用台語叫,有些叫做念堅 但是台灣,他們叫做釋家,我們廣東話叫釋家 為什麼叫釋家呢?因為它的外形就像釋家牟尼佛的頭殼上面的髮卷 釋家釋家,釋家 它的香味,質感也不會太軟,然後咬下去很棒 到三果埔,有時候看到他們寫著這牌叫做鳳梨釋家 我們就知道是什麼 如果我們的聽眾朋友去台灣自由行 如果你去台北,或者去台中,或者去高雄都很少有 因為他們真的在台東出產,而且不能放久 所以很老實說,台灣本地內銷也不夠,有機可出口 但有機會去台東就要買在這些家吃客 相信是正常的釋家,或者是鳳梨釋家都很棒 味道是怎樣的呢?秘德 我們一起去吃,你就知道 怎樣形容好? 番鬼佬麗芝有菠蘿味,菠蘿有番鬼佬麗芝味 很玄妙,果然真的見得多,認得少 還有,不說不知道,剛才我們說米漂亮 還有,很多時候很多朋友都會問 我們在台灣見到很多水果,牛奶香蕉,牛奶蘋果 牛奶什麼,牛奶什麼,什麼意思 我曾經去過,看過很多店舖賣的飲品,水果 加過牛奶 你經常借著木瓜奶,不是這些奶 為什麼有牛奶呢? 原來我們說,在台灣有很多便利店、超市都會賣鮮奶 阿成威,你怎麼賣鮮奶呢?我想問問你 看著牛奶就拿下 我想我們這麼多位朋友都是這樣 你要喝鮮奶,你要選鮮奶 你也不會拿表面的那盒 你也是找底的那盒 看哪一盒新鮮 當然永遠有些會差不多到期或過期 就是最外面的那盒不拿 拿裡面的那盒 你到期或差不多已經賣不出 那怎麼辦呢?倒不是這樣 也是,那些企業很好 做鮮奶的那些企業 他們都會回收這些乳酪製品 就是果體的那些? 可能是乳酪、鮮奶、大陸製品 回收了之後就做什麼呢? 送給那些果籠 送給他們做什麼呢? 人就不能喝而已 那他也要倒 我們是送給那些果籠喝 原來送給那些果籠是什麼呢? 那些果籠是倒進农田裡面 當肥料 用來種香蕉、種蘋果 種剛才說的鳳梨釋家 種什麼巴洛 就是我們說的番石榴 所以台灣水果 肥料就不用用那些果類 用這些很天然、很自然 又有益的 非常非常棒 為什麼台灣水果這麼好吃呢? 原來不是沒有原因的 放假去哪裡? 還有很多好介紹的 剛才只是節目一部份 還想聽多些節目內容的話 立即登入www.opentour.com.hk 放假去哪裡? 重溫整個節目內容吧 聽完節目 飽來放假馬上去旅行 好嗎? 辣椅子